捐贈仪式上安乐区三名里里长许超胜 亲自将募集到12万多元支票 象征性捐给创世基金会 希望能够帮助创世机构 苏姐没有不知荒 这是我们里内的乡亲里面 还有一些爱心企业 然后捐助的部部活动 然后我们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创世他们的募款也稍微有点困难 那我们刚好在因缘继位之下认识到他们 然后他们跟我们聊聊天 然后我们就来响应这个活动 很感谢我们三名里的乡亲 还有我们三名里里内的企业 爱心企业都协助我们捐助 因为创世在这一两年的 那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其实很多活动都被迫暂停或是取消 那其实而且我们的那个 其实各行各业受了那个疫情的影响 其实爱心均款都直线下滑 那其实我们创世一年 我们总共目前是安养了47位的住民 那一年是需要17万片的尿布 那其实里长募集了 在短短两个礼拜里内 他就募集了 号召了109位的乡民 还有爱心企业的部分 然后就捐助了我们一万两千多片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对我们帮助真的很大 只是说我们希望未来就是 9到12月的部分呢 还是有能够有这样子的 步步捐助的活动 然后可以就是支撑我们就是 植物人安养的服务的部分 我们有什么同步间断 希望可以持续持续下去 此外受到疫情和通膨影响 不少家庭收入也大受影响 三民里里长许超胜 特别募集了民生物资 捐给20多户 弱势家庭 让他们在经济上能够喘一口气 受到疫情的影响 然后我们边沿沫 大部分都是属于生活上比较艰困的人 那这种生活物资我们大概每一个月大概都做一次 或者是两个月做一次 那有时候一年大概做三四行大型的 就是把整个安乐区的弱势户 低收入户通通请来我们三民里活动中心 因为我们担任里长到现在今年是第12年 这种活动我们大概也做了12年了 差很多 怎么说 因为就是我老公他顺势中逢 然后行动不方便 然后那我又四个小朋友要顾 对生活经济压力怎么都差 这东西够不够用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可以加 就是加减补助家庭的方面 可以就是让我减缓一些压力 一一分送民生物资和水果 简单东西看在一般人眼里 不算丰富 但对于弱势家庭来说确实受暖 记者黄少明基隆报导